北京时间9月22日,据美国著名篮球记者塞雷纳·温特斯报道,近日洛杉矶湖人队与自由球员安德鲁·伯古特签约后,湖人队主教练卢克·沃顿对这一事发表了个人看法,他表示自己当时亲自招募了伯古特,并且希望这位总冠军中锋能够带给球队在防守上有所提升。 上个赛季的伯古特为达拉斯小牛队效力过,但随后他与小牛队买断最终签约骑士,然而代表骑士队只打了不到一分钟,他便遭遇重伤被迫提前结束赛季征程,然而今年夏天再度成为自由球员的伯古特,在伤病回复完整之后,再次成为众多球队追捧的对象。 伯古特最终与洛杉矶湖湖人队达成一份为期一年,价值为230万美元的合同。 其中湖人队的主教练沃顿对伯古特的到来表示了欢迎。 我喜欢他,签约我真的很喜欢他,在过去两天我给他通过好几次电话,泰琳卡与他的经纪人和他都谈过,我们彼此坦诚地说出了双方的现状,我告诉他希望能够加盟独人,并且希望他能够带领球队做好防守。 沃顿说,沃顿在荆州勇士队担任助理教练时,曾与伯古特有过接触。 在2014-15赛季勇士队夺得总冠军期间,沃顿作为科尔的首席助理教练。 伯古特作为勇士队的防守大闸,二人关系甚好。 这也是伯古特最终能够来到胡仁的最重要原因,他拥有他的传球方式,而且他是一个曾经拿到过总冠军的球员,这在我们年轻球员当中是无比伟大的。 伯古特的加盟为我们带来了一股新的能量,很多球队都对他感兴趣,但是最终他选择了我们。 沃顿最后说道,今年夏天湖人队通过交易将球队中锋莫兹格福送至篮网伯古特的加盟填补了球队内线的空缺,上个赛季伯古特场均能够得到2.9分8,一个篮板和1,8次助攻,身为